伴随着热烈的掌声,漫威影业主席凯文·费奇带领导演罗苏兄弟雷神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, 鹰眼杰瑞米·雷娜,蚁人保罗·路德出现在影迷面前。 4月17日,《复仇者联盟4》终局之战中国发布会在上海华特迪士尼达剧院举行。 去年,《复仇者联盟3》无限战争在全球收获不俗的票房。 此次作为过去十年漫威电影宇宙的终章,《复仇者联盟4》终局之战备受隐秘期待。 首次来到上海宣传电影的雷神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在发布会现场人气爆棚。 当被问到为什么现在雷神越来越像一个邪心时, 他表示在第一部《雷神》电影中,他需要去塑造一个角色给观众, 包括角色的气场、造型和服饰。 但是在角色发展的过程中,他想要赋予这个角色更多的可能性。 我认为自己作为演员,我获得更多的信心, 也有更多的信心。 我认为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道路,做不同的事情。 我认为自己的創则,改变它改变。 不准剧透是漫威影业的传统。 面对媒体的好奇,明星们不得不跟媒体们打起太极。 导演甚至在蚁人保罗·路德回答媒体提问时, 没收了他的话筒,防止剧透。 这次来到上海,保罗·路德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儿子的趋势。 在发布会最后,主创们纷纷用一句简洁有力的话语, 向中国观众推荐《复者者联盟4》《终局之战》。 史诗剧作,难以置信,激动人心等, 让在座的影迷不禁对电影产生了无限的期待。 目前,这部备受瞩目的《复者者联盟4》《终局之战》 已定到4月24日与中国观众见面。